妹妹啊 这也不对啊 这啥情况啊 凭啥老家拆迁 妈妈说要给你两百万啊 咱妈说了 咱家拆迁分了两套房子 因为你是儿子 所以都写在你的名下 给我的那两百万呢 是让我招呼着 帮你装修呢 妈说你平时打理公司 没有时间太忙了 你妹夫啊 本身就是干装修出身的 那也不对啊 妈给你两百万 只够装一套房子的 那还有一套呢 你装修完房子以后 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妈说了 我是女儿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给我也没有用 哎 也是 这把房子都写在我的名下 妈有妈的想法 这老人家 也有老人家的道理吧 是啊 哥 你是咱们家的独名 只要你好 咱们家就都好 这也不对啊 妹妹 之前 咱妈给过我两套房子了 再给我两套 我也租不了啊 这个给你 不不不 哥啊 这是妈给你的 我可不能要 哎 妹啊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你看一下 我现在这么忙 哪有时间再去 装修这两套房子呢 想想我头就大 再说 你哥我还缺房子租吗 我租这么多房子 倒是你 我觉得咱妈有点偏心了 可是 咱妈说了 别说了 妹妹 哥有的东西也会分你一半 妈怎么说 那是妈的事 哥怎么做 这是哥的事 既然 咱妈把房子给了我 我想给谁 就给谁嘛 哥 这个我真不能要 哎呀 妹 听哥的 你就拿着吧 还有那两百万 你就留着 给你自己装修吧 我公司还有事 我们就先走了 走 女王 姑姑再见 哎 哥 对了 妹妹 回去告诉妹夫 等你们装修完了 让她来我公司上班 我让她当副总 对了 爸爸 你为什么把房本 都给姑姑呀 因为姑姑啊 是爸爸的亲妹妹 这兄弟姐妹之间啊 血浓于水 你慢慢就会明白 这兄弟姐妹之间啊 能帮就帮 这半生父母恩 一世兄妹请啊 岁月匆匆 像一阵风 董事长 等一下 进来面试的是我的发小 也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人长得也挺漂亮的 要不 等一下您照顾照顾啊 可以 你让她进来吧 哎 好 董事长 你这个助理就是我推荐人 我今天过来就是应聘的 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在海外也工作了五年 能力嘛 肯定是比他 肯定是很好的 至于薪芝麻 我觉得你能对得起我的付出就行 是吗 这么高贵啊 那回去等通知吧 你都不问一下其他的吗 我的简历你都不看一下吗 不用看 简历你拿回去吧 我都了解了 啊 那好吧 我先走了 哎 你路上慢点 哎 知道了 说再说吧 董事长 要不您再给我发小一次机会呗 您看 他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又在英国待了五年 他还是挺有工作经验的 我们不能因为他有才 我们就一定要用他 我们要用的人 是德才兼备的人 像他这样有才的人 很多 但是我们要找到 又有德又有才的人 但是我们公司不是正好缺一个 像他这样留学回来 英语又很厉害的人吗 这样他可以陪你去非洲 对咱们非洲的项目也有帮助呀 我知道 其实他这个人才 很符合我们公司使用 又在海外 有海外工作经验 正好符合我们非洲的发展需要 但是你知道的 我是很珍惜人才的 董事长 您看 他是我的发小 又是我的高中同学 要不 您就通融一下呗 不要再通融了 这样的人 我们是坚决不能用 你比他优秀 你比他善良 虽然说 学历他比你高那么一点 但是 有才无德的人 我们是坚决不能用的 他这个人啊 其实是真的很好的 哎 他心不善良 你的心啊 比他善良多了 另外 你别把你的心地善良 套给任何人 俗话说得好 知人知面 不知心 在背后捅你刀子的人 可能就是你要帮的人 对对对 就是我那高中同学 就那丑小鸭 他什么学历啊 就一个大专学历 能在公司混到这个位置 我什么学历啊 别说三个月了 一个月我就让他滚蛋 我肯定会坐到他的位置上 也不看他自己什么样子 哎 他准备过来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我们不能因为他一个优秀的简历 我们就录用他 他的学历 他的能力再强 也不一定适合我 我们的用人原则 首先就是人品要好 其次才是学历 人品是人生的基石 有才无德 终究难成大器 北京李总这套红木家具的配套方案是谁做的 董 董事长 这个方案是新来的小李做的 小李 这套方案是你做的 董 董事长 是我做的 就是用你面前这台破电脑做的吗 是的 我刚来也没有配新电脑 行 小李 跟我来办公室一下 这下你死定了 小李啊 你不要怕 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 这个方案 我当时不是交给罗主管做的吗 罗主管怎么说是你做的呢 罗主管说 这个方案有点难 他就放那了 一动也没动 我看都放在那两天了 也没人动 我就拿过来做一下试试 我加班加点的做了两天三夜 才做出来的 哦 这样子 你听我说啊 这个方案做的特别的好 北京的李总特别的满意 这一单能为我们状元坊 带来很多的利润 我是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能做出这么好的方案 你来公司有一个月了吗 董事长 到明天啊 刚好一个月了 真的不错啊 没有想到 我们公司还有你这样的人才 刚才啊 我就想确定一下 你们俩是谁做出来这套方案 因为前几天 我确实也没有看到罗主管来上班 只看到你在那里加班加点 所以啊 我想奖励你们 我给你准备了五万块钱 是奖励给你的 拿去吧 董事长 我还以为我把方案做错了呢 没错 做得非常好 这个钱就是奖励给你的 董事长 这个钱我不能拿 平时啊 你对我们已经够好的了 我拿着的钱 不太合适 要不这样吧 董事长 您给我换一台新电脑吧 新电脑 嗯 对 那台电脑配置太低了 有点不好用 那台电脑就是罗主管淘汰下来 不用的电脑 你给你用了 真没想到 那么破的一台电脑 你能做出这么好的方案 不容易 你辛苦了 过一会啊 我让财务去给你买一台配置高的电脑 新电脑到手 也能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是不是 嗯 那这个钱 你一定要收下 你给公司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这是奖励给你的 董事长 我还是不能要 嗯 我不缺钱 我是来这里学习的 来学习的 挺有意思的 我第一次见给钱还不要的 难道你家里还有矿 拿着吧 按照公司的规定 多劳多得 这个钱本来就应该给你的 还愣着干嘛 赶紧拿着 拿着啊 谢谢董事长 谢什么 这本身就是应该是你的 我给你放一个礼拜的假 出去好好玩玩 放松放松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不用谢 你去忙吧 哎 哪来那么多钱啊 哦 这个 董事长奖励我的 奖励 董事长奖励给你的 是的 罗主管 就是做的那个方案 董事长奖励给我的 啊 那个方案 快给我 那 那是董事长奖励给我的 什么你的 那是我的方案 哎 你干什么 这是我奖励给他的 董事长 那方案是我做的 是你做的吗 那刚才我问你两个 方案是谁做的 你怎么说是他做的 那方案上面不是有我的签名吗 董事长没看到吗 签什么名啊 推卸责任 你比谁都快 强功劳 你是第一名 做事啊 要勇于承担 认证工作 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董事长 那不也有我的功劳吗 你有什么功劳 方案不好做 你就请假 让别人再加班 你知道吗 他那个方案 做了两天三夜 才做出来的 人家来了 才不到一个月 你在公司呢 待了几年 你干出点什么 你说 我念着你在公司里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是呢 你看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 这样吧 你的主管也别干了 将他来干吧 董事长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这么多年 给了你多少机会 你都没有珍惜好 去交接工作去吧 太不像话了 你也去忙吧 我看见那笔曙光 在不忍前方 我看见那笔曙光 我看见那笔曙光 都在也是 وأ Sozial兔曙光 你磅了也不会